2023 四红马拉松将于10月22日盛大开跑 本次赛事将分为全程马拉松 半程马拉松和欢乐跑三个项目 近时将会有一万名跑者齐聚四红城南公园 跑马赏景 主梦前行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领略一下四红最美的湖畔赛道 解锁最全的跑马技巧 我们一起出发吧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整南公园 沿青阳南路跑至联合路 很快我们将迎来本次赛道的第一个分流点 欢乐跑选手由联合路进入开发大道 沿绍号路抵达欢乐跑项目终点 赐红江燕高级中学 全程马拉松及半程马拉松选手 由联合路进入红营路 沿着新碎河路一路奔跑 我们既能体验四红的人文底蕴又能见证新老碎河的历史变迁 这是刚起跑的路段 所以人比较多 记住不要长久停留 沿红营路跑至联合派百里福湾 一路沿河奔跑 途经老碎河和新碎河 赛道两侧螃蟹养殖基地 金色稻田尽收眼底 由红营路进入瑞丰路 继继续奔跑将抵达国家3A级旅游景区柳山湖景区 坐落于十几项万寝稻米燃田内 占地面积267亩 整体地势形态呈碗状 内部最大湖泊柳山湖 形状宛如一厘米 在司马达河畔沿线 我们可以看到螃蟹的养殖基地 也可以欣赏新碎河的沿途风光 沐浴在金色稻田 沿瑞丰路继续奔跑 赛道两侧金色稻田连绵不断 随后抵达湿地大道 也迎来本次赛道第二个分流点 半城马拉松选手 沿湿地大道向北行进 恭喜您完成比赛 全城马拉松选手 沿湿地大道向南行进 继续全城马拉松奔跑之旅 这个路段你们看道路平台 选手们可以沿河倡议奔跑 而且四红的自然风光 真的非常的漂亮 注意调整好自己的身体状态 安全完赛 沿湿地大道向南行进 继续奔跑比达青期线 由辅路进入国家5A级 红泽湖湿地旅游景区 红泽湿地景区 位于江苏省宿千市四红县境内 景区面积5.2平方公里 是集观光旅游 科普教育 度假养生等为一体的国家5A级景区 并先后融合了中国最美景区 中国最具魅力景区等荣誉称号 湿地漂流水上森林 爱情公园路员 红泽湖湿地博物馆 在这里您可以尽情为耍 此路段大陆平坦景色优美 选手们沿河倡议奔跑 领略生态湿地水运似红的自然风光 在红泽湖湿地景区内 继续奔跑游览 来到青溪县 沿青溪县路继续奔跑 返回湿地大道 跑至马拉松项目终点 古徐水街 恭喜完赛 沿着湖畔继续奔跑 穿过青溪县 就来到了游客中心的集散点 古徐水街 这也是本次赛事的终点 吃喝玩乐住 一迎俱选 进入四红红泽湖湿地公园 此段风光美丽 大家在跑步观景拍照 注意安全 调整好 带节奏 跑步队友来说 是一次身体与心灵的对话 一个属于自我的空间 人生能够掌控的事情 少之又少 至少在跑步的时候 我可以释放自己 拥抱自然 跑过湿地 美在途中与你卸后 10月22日 我们一起相约 三四红 唱好四马 竞赏金丘